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很有趣 社群网络的发展趋势跟展望 那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这个脸书 实在是很有趣 它有商机 它有很多心理学 而且脸书真的也是一个行善的方法 利用脸书来做好事 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让许多可能不是很有自信 或者朋友不是很多的 因为你按一个赞 给他的这种鼓舞是非常大的 那么但是我们下面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就是究竟这个网络的真名跟匿名性 因为脸书跟过去的部落格也好 跟过去的聊天网站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全部都是真名实姓 这个真实的姓名 而且它是规定的 那么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尴尬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老板 上我的脸书 我也不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 来看我们的脸书 我们前一阵子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爸爸妈妈不要上我们的脸书 那这方面谁跟我们谈 来关心先谈一下 在脸书之前 大部分的BBS跟论坛网站都是匿名 匿名有什么缺点呢 就大家会容易好好一篇讨论 到后来就变口水战 再来是人身攻击 我这个经验就蛮多的 有时候辛辛苦苦写一篇文章 比如说我是喜欢摄影 我就讲我使用一个镜头的经验 刚开始前面大概30篇 大家都正向讨论 到后来就开始分两派系 比如说在摄影的时候 Nikon Canon 就觉得你这个好这个不好 然后开始有人拥护我 有人就开始攻击我 就到后来全部都乱成一团 非理性 对到后来还有人被 比如说锁账号 因为他攻击人生 那我发现这样的状况 在很多社群网站 在很多论坛网站都是这样子 PTT也是吧 对 可是到了脸书这种社交网站 因为他讲求实名 就是要用真实性命 而且我们有拥有共同性权 万一有不当发言 我们可以砍掉 可以删除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善非常多 我非常喜欢脸书 你喜欢实名字就对了 对 好那张热雄副校长 最近在报纸上写文章 觉得实名性的缺点 匿名性有很多优点 包括茉莉花革命 如果没有匿名的话 谁敢去跑去革命 就是说当然刚刚关老师讲 实名就是有这些 大家讨论会比较尊重彼此 不敢随便乱讲 但是缺点就是说 有一些譬如说政治的异议分子 一些批评 他就不敢讲真话了 尤其是在真名的这个系统 所以这中间的取舍 还是值得考虑的 所以您是主张匿名的 有可以匿名的机会 对对对 那其实在脸书上 虽然他讲究真名 他也没办法完全查 你的真名到底是什么 只要你的给他一个名字 你的email是有效的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匿名的 只是说脸书 你是要跟朋友沟通 那你既然匿名了 人家就不晓得你的朋友是谁 或是你怎么跟朋友沟通 就会有这些缺点 所以为什么他说真名 因为他基本上是 朋友跟朋友之间的 联络的管道这样子 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没有用真名 就被脸书取消了 不让你用 对对那通常是 比较知名的人士吧 像我们一般老百姓 你用一个名字 他根本查不到 但是你如果用的是一个匿名 你的朋友就找不到你了 就算你用个英文名字 人家不知道这个人 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除了你有照片还有简历 大概知道你是谁 通常是透过email 你还是用你原来的email 就比较容易找得到 那假如你以后另外去 申请一个 谁都不知道的电子邮件 那就真的很难找得到 这一点的确是 包括我自己跟我的朋友 都还是很害羞 用自己的本名放在上面 觉得好像还是用英文名字 比较有点安全感 放一个本名在上面 总觉得会被人家 亏视的感觉 那欧阳老师你的看法呢 据我知道这个 不管真名匿名 在网络的背后 网管的 什么都 全部都透明的 对不对 看了IP就知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隐秘可言 是不是 Facebook其实会 一开始会问你个问题 把你这个post的一些相片 你是不是要 只给你的朋友看呢 还是开放给所有的大众看 所以刚才我刚刚讲说 在网络上做这种资料探勘 其实它探勘的是那种 公开可以公开的资料 真正我们刚刚讲说秘密社团 或者我刚刚自己设立 教会社团其实他是看不到这个部分资料 Google这个地方把关还是蛮紧的 这样子 所以您赞成用真名还是用匿名呢 如果问我的话 我当然是赞成用真名 但是我想说明一下 前几天我在实验室两个助理 他们同时改了名字 也就是说真名其实很容易改名字 我就说他们是连身份证名字都可以改的 那现在其实就是说 他们不喜欢父母给他的名字 然后改名字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所以您觉得网路上的真名有他的好处跟意义 避免那个指名 就是避免来谩骂的这个过程 比较好一点 其实就是说人 年轻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傻事 笨事或什么 所以前Google的这个执行长 斯密特有讲过一句话说 所有的人在他成年的时候 比如说他变成20岁 都有一次改名字的潜力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这些网路上 不知道做了哪些荒唐的事 以后人家一查就查得到 所以他一改名之后人家就查不到了 所以每个人一生中可以有改名的潜力 对对对 就让大家有机会犯错 然后可以回改的机会 把历史给他erase 给他再把它重新再开始的机会 所以您到现在还是觉得赞成这种 有机会给人家匿名的机会 对对对 那原因是为了特定的需求还是怎样 我想网路本来就是一个匿名的世界 很多事情在网路进行 我们不晓得是谁做的 而且基本上匿名还是可以保护很多善意的发言 善意的批评 假如你什么都真名的话 很多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了 对这方面你怎么说 我从一刚开始用网路 我下网站在十年前的时候 我就用真名 然后我就用官腰辉三个字 那用这样的话 其实要很小心的是 我的想法是我在网路上 跟我现实世界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网路上所有的发言 都要很谨慎 你不能骗女生 对不能做坏事 别人想到冻衣服 就是你不能做坏事 那当然我就要很小心的在网路上 就是任何的发言 任何的照片 任何东西 都要维持我一贯的一种品质跟信誉 那好处 那我在网路上我是非常公开 我除了家里 我除了最隐秘的我的住址 我家里的电话 我的电话号码 然后我身份之号 这也很隐秘 我不是公开之外 我除了从高中大学 我做过公司 然后包括我自己所有的事情 我都把它公开出来 坦白说你的朋友很多人不公开 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公开是一种信任 对但是要很小心说 不要让自己被 处于一种危险状况之中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 因为我把我这样的一个 很多的讯息公开之后 其实是给一些朋友 他们有更多机会了解我 可是你也认识很多人 他们不愿意对不对 我有个朋友 像我的现在脸书朋友 四千三 那其实真身认识的朋友 大概两三百肯左右 那常常往来的是几十个 那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 那我的想法是说 广结善缘 所以不认识也可以来互动 像昨天讲 光是讲Polo3 就是90个100个 其实里面大部分 我也不认识他 那我有个朋友 他是 他一定要认识 他才会加入脸书朋友 他不能忍受 我的私生活 竟然有不认识的人知道 所以我想说 这是每个人 他对一个 他的一种生活的揭露 他的一种想法 那我觉得都要被尊重 好 两位老师 你们一定是很限制 你的朋友吧 对啊老师 我非常限制 那但是呢 在网路上 因为包含雅虎 包含其他 你很容易设立 你的电子邮件账户 短暂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如果你真的要发一篇文章 跟政治上的这个观点有关的 其实很多人就是 先设立一个新的邮件账号 送出一篇这个文章 当然广发这个亲朋好友 之后呢 那个邮件可以关闭 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还是 在网路上 还是很多方法 是可以做到匿名性的 尤其是你觉得 有人身安全 或这个方面的事情 是可以做的 对 我想 这个到底真名匿名 就看刚刚欧阳老师讲 你的需求 基本上其实每个人 各有喜好 或是像关老师讲的 他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他为什么不用真名 因为我没有什么 不可告人之事 就是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 两位老师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像我个人就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在脸书上 有一些是我的长辈 有一些是我的学生 有一些是我教会的朋友 有一些又是我的同学 那我今天要PO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到底对什么样的口气去讲 如果我对学生 然后装年轻也很怪 我对长辈好像 我又太尊重 那学生没觉得 你怎么那么紧张 所以这中间的痛调 很难去掌握 那可是将来Google Plus的发展 就可以让我克服这个问题 不晓得张老师是不是有同感 对 因为Google Plus 它现在有所谓的朋友圈的机制 你可以把刚刚讲的 学生是一个圈圈 老师是一个圈圈 你教会的朋友是一个圈圈 那你可以限制说 你这个PO文是要给哪个圈圈看 这样子就基本上有比较保障 你的隐私跟你的使用的方便性 好 那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要谈一谈 这个脸书的发展 已经到这个7亿多 不过呢现在有后来者 Google Plus 就是人家说Google家 那么后来居上 在短短一个月 就有了4千万2500万的加入者 所以可能未来也是来势汹汹 等一下我们来谈一谈 这种社群网站 究竟你如果真的想加入哪一个 比较适合 稍后来继续讨论 前面 感谢观看